鹽焗香草雞翼 哇,多漂亮 油出光了 水 哇,到了 昨天的炎飯煲鹽焗雞腿 還放這麼多鹽 今天就做鹽焗雞翼 看看有什麼味道 記得用這些易結鑊 下次乾燒完 用一隻普通的鐵鑊 就可以了 放八角花椒 桂皮 炒香了 很快出味 先把鹽放進去 炒一下 先洗乾淨 昨天的炎飯煲 我這個炎飯煲 差不多有十二八載 讓大家看看 可以的 很久了 鹽是沒有問題的 沒有刮花 雞翼又加了 本來兩磅三十五 現在三十八 可以嗎 不要緊 買幾隻 這些大隻一點 四隻 Hello 我買十隻 謝謝 足夠了 阿娟有沒有磋子 知道 謝謝 燒雞翼 我自小喜歡吃 燒魚鴿 大家好 剛剛都見到我又去買雞翼 買了十隻 現在的雞翼貴了 又加了二十個百分之價 每天都會有不同價錢 都會更新的 沒有辦法 因為市場有人買 又需要 沒有辦法 不過今批的雞翼 多大隻 我這次買了十隻 十九個八 好像十九元磅 OK啦 不要緊 十隻 十九個八 一磅左右 昨天不是做了 電飯煲鹽焗雞腿嗎 今天呢 我就做鹽焗雞翼了 昨天有很多人留言說 我不用電飯煲 用鑊做 我今天就用鑊做 剛剛都看見 我把電飯煲的鹽 倒進鑊 整熱 另外 這些雞翼 就用來 用鹽 用水沖洗過 用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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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馬上 做鹽焗雞翼了 不過 如果做鹽焗雞翼 好像是單調了 現在就做香草鹽焗雞翼 放些香草下去 很簡單 因為很方便 其實你可以放黑椒也可以 隨便選擇 這些香草 八佳 維康也可以賣 雜貨店也有賣 買一瓶 有些小瓶 小瓶 買一瓶香草雞翼就可以了 馬上做給大家看 既然做香草雞翼 當然要放香草 香草放一點味 放一點 放多一點 放一點 放香草下去 那香草是甚麼味 香草就是一股草味 其實用來燒就好一點 其實我做過 好像是做過香草雞腿 用乾波爐做 如果我沒有記錯 但是這樣 你直接放香草 它的味道不夠濃 其實當然要放些 醬料 雞汁 鮑魚汁 雞粉 但我們要鹽焗 找鹽又拿過 所以不要太多麵 但是你要帶動香草味 都是要放半茶匙的糖 是要這樣 香草味就會增大幾倍 如果你單一放香草 味道不夠濃 不夠香 如果你不是用鹽焗的 現在要加雞汁 鮑魚汁 或者這些 雞粉 醃了 但是我們用鹽焗 就不需要 現在就這樣 揉一揉就可以了 醃一醃 現在這樣就可以了 醃了之後 就可以包這個 牛油脂了 很漂亮 香草雞翅 一隻都已經OK了 又是用牛油脂包 昨天包的雞皮 包到五三五四 人們說 又不是很貴 你多放多些 包多一層 對的 你也知道我省家 今天包好一點 是不是逐隻包 不用逐隻包 因為都是用這個 方式去包 你寧願多包兩層 十隻一次過 一次過包下去 那就OK了 自己盡量包好一點 都是鹽焗而已 講起電飯煲 用了鹽 放進去鹽焗電飯煲 電飯煲沒有問題 因為鹽不太硬 因為電飯煲用了很久 我電飯煲又在做事 正在做電飯煲番薯 因為最好又減肥 很喜歡吃我的太太 這個電飯煲很忙 這樣包了之後 就包好一點 包好一點 不可以的就包多一層 OK了 現在包多一層 要不然又是 脫頭脫貴 老老肚肚 現在包一層 都是不行的 那就要多加一張牛油脂 OK 現在這樣頂一頂 現在再做多一張牛油脂 有時候的東西真的不好節省 OK 反過來 這樣就包沒有脫掉了吧 嘩 嘩 這個有點濕 不過不要緊 這樣包好一點 甚至乎你放一張膠紙 不過我應該不需要 應該就 OK 包兩層 沒需要了吧 OK 讓它慢慢 好 現在過來這邊的鑊 過來 嘩 這些鑊鹽就真的好吃了 你看一下 一陣香味 嘩 現在就這樣剷一些出來 一樣的道理 我今次找了大鑊鑊 嘩 昨天的人就問了 究竟有沒有味 其實如果你試過 你知道 好吃到不得了 嘩 好吃 現在就剷多些出來 我剛才加了這個 花椒八角 還加了一塊桂皮 下去 嘩 等它香味多些 OK 好了 留下25%的底度 八角 桂皮 花椒 盡量在底度 等它味道散出來 這次的鹽 我不要了 因為 都不想浪費 這次的雞翼 就十隻 就這樣放下去 是否方便了好多 不用 不用逐隻逐隻包 嘩 好熱 好香 好 現在就倒些鹽 一樣 鑊和電飯煲的做法 是差不多的 很棒 記得 千萬不要容易結鑊 要不然那些就糟 因為那些鹽 其實會收水 會收乾的 你明白嗎 會收乾的 看看 OK 這裡是多少錢 6元鹽 三包 這個百佳 賣了2.9元 所以看過 這樣 弄緊它 封緊它 好 開火 開小小火 不用急 這個火就好了 因為焦 因為本身鹽是熱的 你不要管它 這個這樣 蓋住它 用半個小時 就可以了 半個小時就要關火 讓它焗一焗就可以了 不用太多 不要太久 因為會焦 鹽會黑曬 會燒焦 因為它有水分抽乾 這個時間 30分鐘 然後關火 等它再焗十多分鐘就可以了 這樣做了半個小時 就要關火了 你看到周圍那些 嘩 好熱 這些鹽已經變成啡色 已經燒到焦了 如果再不關火 就會有焦的感覺 關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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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這樣的情況 其實你需要幾時吃 就幾時拿出來 不過最好再焗一下 十分鐘左右 為甚麼呢 剛才這些熱力 現在就是滲回 焗尾 進去 真是嚴力的味 半個小時 現在慢慢去 雞翼就更加有鹹的味道 不過沒有所謂 譬如你現在不吃 你就再硬幾個小時吃 因為熱力沒有那麼快散 你不要打開蓋 打開蓋就會散熱 稍後我拿出來吃 好 稍後再跟大家說 焗了十分鐘 嘩 一開給大家看 嘩 嘩 應該這樣說 應該說 裡面的底子已經黑了 這些鹽 你看看 這些鹽 已經黑色了 不是黑色 是啡色的 因為炒果 好 現在可以拿出來了 現在的油 其實小心點 好像昨天這樣 糟糕了 笑死人 嘩 要慢慢來 是 好啊 OK 灑點鹽 今次好多了 今次 不要節省一下 少少紙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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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嘩 嘩 先拿過來 嘩 好熱啊 神經 嘩 神經 嘩 低低的 你看這個底子 這些鹽 已經黑了 所以不可以 燒太久 知道嗎 這些鹽沒有用 要倒的 那些可以的 不過不要 硬了 真的像外面的鹽焗 好 現在馬上拿些根料給大家看 好了 現在就是拆了 小心點 不要把鹽都到處去 這次好 這次可以拿兩轉 就差很遠了 昨天真的蠢 昨天真的蠢 OK 現在就這樣 少少不要緊 少少鹽 現在就馬上 把鹽焗香草雞翼 哇 多漂亮 油都出來了 嘩 嘩 嘩 香草味很香 讓我先排好它 嘩 多漂亮 反轉 找個試給大家看看 看看有多滑 有這隻 應該這樣 一刻上來就可以了 看看肉 是不是 最重要是看肉 有多嫩滑 大家看就知道有多嫩滑 嘩 嘩 好香香草味 讓我先試一試 大家看到了 那些皮已經滑流了 好似吃 即是吃這個 煎雞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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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過昨天的雞腿 居然滑過 好吃 嘩 嘩 你們不要做十隻 做多一點 好味道 希望大家都可以嘗嘗 鹽焗香草雞翼的重點 花椒八角桂皮 要放入白鍋裡 烘出的香味 接著就加入粗鹽去炒熱 先好放入雞翼 雞翼焗了半小時之後 就要關火了 因為這些鹽就會燒焦 如果不是那些雞翼就會有稠味 雞翼焗了半小時之後 接著關火 我們再焗十分鐘 這樣讓鹽味慢慢滲入雞肉裡面 就好吃很多 好 燒雞翼 我自小喜歡吃 燒魚鴿 好過吃鹽脂 金香 我口 我醉 我醉 日日辛勞 原味料滲舌 雞鴨魚 現在應該多進食 我提醒你 多成有益 脂肪蛋白 最有原味